社會online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蔡振元蔡博士 為我們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的局勢最新發展 那國際經濟上面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美國到底要不要進入經濟衰退的循環 這是最近美國這個財經界 可能最熱門的討論話題 那最近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 在國會的聽證會當中 告訴大家說 現在我們用加息的方式 升息的方式來對抗通膨 有可能會導致經濟衰退 他第一次講到會經濟衰退 那美國的股市應該就嚇傻了 那不過鮑威爾說 雖然會有可能造成經濟衰退 但是這跟他所謂的 之前所規劃的縮表是沒有關係的 他就說這個縮表本來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是因為通膨突然出現了意外 那會發生什麼樣子的狀況 他很難去做最終的判斷 所謂的縮表 其實就是把美國的貨幣供給量給縮小 我們記得上一集有提到 貨幣供給量的定義 那因為當時美國是用這種不斷的買政府公債一樣的方式 或者買企業界的債券的方式 或者買一些各種奇奇怪怪的有價證券的方式 買回來這個聯邦準備銀行 那聯邦準備銀行就相對的就把錢放到所有的存款戶朵裡面去了 這樣就會增加了美元的貨幣供給量 那縮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要把現在手上所持有的這些 各式各樣的債券給往外拋售 然後把美金給收回來 那美金收回來 聯邦準備銀行就不是資產了 就消失掉了 有人說怎麼會消失掉 因為聯邦準備銀行持有的美元是負債 然後它放到外面去是大家的資產 不然就手上持有美元是表示說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欠你錢 它基本上是一種借據的性質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縮表的話 就會使得美元的債券不斷的由聯邦準備銀行流出來 然後這個債券價格就會下跌 債券價格下跌的話 因為它票面利率是固定了 所以價格低於它的票面的話 就等於它的利息就增加了 那以後你發新的債券的時候 因為美國聯邦準備銀行 每一個月大概都要幫美國聯邦政府 發行新的債券去換舊的債券 所以它每一個月發的新債券的利息 票面就 利息就往上調 它所以有整個聯動關係 那現在縮表 它本來沒有想到俄乌戰爭 只是想到說因為鈔票印太多 外面乾草堆太多 防火設備不足 消防能力不足 如果有人放了一點火的話 就可能會大火燎遠 通貨膨脹就整個膨脹開來了 但是俄乌戰爭是使得攻擊面出問題 能源價格暴漲 這個真的是它的意料之外 這個你不可能要聯邦準備銀行去 預料到說會發生俄乌戰爭 你也不可能要聯邦準備銀行去意料到說 拜登會採取這麼強有力的經濟制裁 沒想到經濟制裁刀子不但沒有傷到俄羅斯 還把自己的手腳砍傷了 手滿腿的傷痕 這個聯邦準備銀行當然會講說 是它的意外嘛 不只是進一步的意外 應該是進好幾步的意外 大吃一驚 對 大吃一驚 然後這個衰退是必然會發生 只是多嚴重而已 因為今天整個美元的利息全面往上拉 往上拉會有兩個問題出現 第一個問題 你的消費 美國的消費支出會不會縮小 或者成長率會不會緩和下來 第二個美國企業界的投資 會不會因此而減少 我跟各位報告 這企業界投資是好幾種投資 第一個 會不會使得你工廠蓋的量減少 第二 再來你折舊設備的 汰換速度會不會減緩 第三個 更重要 你的各種商用的民用的 房屋建築的數量會不會減少 那我這樣一講 大概都知道怎麼回事的 那消費支出裡面 最大的會什麼東西會縮小 第一個 你租金一定會上升 因為租金是跟著利息跑的 所以你租金會增加 增加的話 你可以花在其他產品就減少了 第二個 你的持有價格如果跟著漲的話 你可以花在其他的 想要買一個特斯拉 現在沒辦法只要買福特 對不起我沒有意思說 福特比較差的比較便宜 所以整個消費支出就會縮小 本來你家裡有家電設備 想要換新的 你可能會減緩 你的手機本來可能要換 什麼iPhone 13 14 你想還一緩吧 等於16再買 就縮小了甚至不買 所以所有的更換設備 然後女士們想要買衣服 本來想買兩件 搞不好只買一件 那本來想要買什麼 現在搞不好買其他牌 牌子去了 所以整體的消費支出 就因此而整體的縮小 所以這個利息漲的幅度 不是一般的0.25%一碼 是漲三碼 而且大家預料的還會在漲 尤其人們預料說 未來利息會不會在漲的時候 它會過度反應 在預期心理過度反應 它會使得消費支出 說得更厲害 會使得投資的支出 因為投資不是去買股票 這裡講的投資支出 是講我這三種 工廠設備 折舊設備更新 以及房屋住宅的整修 或者是新建 這個才叫投資 有生產力的 這個才有生產力投資 秀琳真厲害 然後其他怎麼買股票 買債券 那個不叫投資 因為你沒有新的生產力的出現 那美元利息增加 會使得很多的美元 海外的資金 比如賣台幣股票 拿到台幣以後 買美金 從美金轉成美 到美國銀行去 這種資金回流美國 這種現象 它也不會去投資 它也不會去增加消費 它會囤積在那一邊 那請問各位 美國經濟能不衰退嗎 最怕的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過度反應 預期心理的過度反應 難道只升三馬嗎 他現在都已經講了 就是說 擔心通脹會有進一步的意外 為了通膨 所以他會繼續升 這是預測下一次的 這個聯總會的會議 還要繼續升息的意思嗎 對 沒有錯 因為他現在很明顯的問題說 他本來以為之後說 美國的貨幣供給量太多 他縮表就好了 那就使得通貨膨脹相對的溫和 但是現在通貨膨脹 讓有更大的力量是來自於供給面 這供給面他本來有預料到的就是說 因為對中國的產品課關稅 所以有一部分他已經估計在裡面了 結果沒想到俄羅斯戰爭所延燒的範圍更廣 比對中國課徵那些產品來的 因為中國基本上出國到美國去的沒有石油沒有天然氣嘛 就石油價格 天然氣價格 糧食價格暴漲 再加上天氣不好 預料今年的天氣會比較差 所以各地的糧食收成是蠻緊張的 所以可能很多地方都會出現短缺的現象 除了像日本 台灣 或者是中國大陸 這種農業基礎 這幾年很緊張去保存 去收購 很多不曉得我們台灣的糧倉裡面 那個糧食囤到什麼程度啊 囤到這個 我不該這麼講 很多老鼠都很快樂的進去 這是個事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囤積了糧倉 不只是囤積自己的糧 我們還去囤積了很多很多的東南亞的糧 因為我們跟泰國啦 很多東南亞國家 有在做一些所謂的友好關係啊 所以你那邊糧量如果太多消不掉 我就高价跟你买过来 那种米在台湾基本上 销量不是很好 而且价格不一定便宜 所以台湾人还会习惯 吃自己什么台耿酒奥 什么慈喪米 什么西螺米 什么各地方的品牌的米 大家还会习惯吃自己的米 够我们自己吃 但是我们囤了这么多的米 不只囤自己的米 还囤了很多很多的东南亚的米 都囤好几年 我们保值设备也很好 所以我们也不会有粮荒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会有粮荒 大家不要抢过米 所以这个我们问题没有 今年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也没有问题 中国大陆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哇那个简直实在是 疯狂式的到处广盖粮仓 他大概相信广积粮 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大陆也没有粮食的问题 而且从那个美国又买了很多的粮食 要给基本上是给猪吃的 因为材料用的比较多 那美国不是一直要催促中国大陆买吗 中国大陆真的缺粮 都很紧张跟他买 不过他有一副道 要买不买 跟美国他脱来脱去 对不对 做谈判筹码 这表示在粮荒 日本也没有问题 日本在产米的这个状况 粮食供应是很充足的 我现在讲粮食是不包括比较高级的 或者是副食品 你可能蔬菜会不够 水果会不够 但是这个不会死人 米不够 面粉不够才会死人 所以韩国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他虽然最近有粮方的问题 但是他囤类不少 所以也没有问题 但是哪几个国家 有像亚洲这么幸运 没有啊 印度都出了问题 然后非洲 美国都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 这个拜登总统不知道怎么干到 给全世界这么多的意外 那这个都超乎他的意外 攻击面出这么大的问题 那是真的对 对一个联邦准备银行来讲 已经超出他的能力了 就现在不是他能够处理的通统 不是不是 那所以呢 当然美国总统也得自己想办法 那拜登呢 想了很多的办法 到中东去拜托这个沙鲁地阿拉伯 他的这个死对头 然后呢 拜托习近平跟他这个通个话 然后呢他在国内他希望国会 能够通过这个停征联邦器材油税 三个月 我记得上个礼拜才说要加税啊 我怎么突然要停税 到底是应该要减税 还是要加税才能处理他现在手上的通统 他加的税跟在减的税 因为减这种联邦器材油税 可以使得消费 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啊 少一些啦 少一些啦 当然联邦器油税应该也不低哦 大概也有15%左右 所以应该还是 但是问题 他忘了还有个州 各州政府的税 他应该呼吁各州政府 不多啦大概5%到7%吧 他国会都不一定通得过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对 所以这个美国总统也真难为啦 他没想到自己统拽的楼子 他当时要不是说一心一意 要拉普廷下台 他自己讲的 要把普廷消灭拉下台 让俄罗斯发生政变 然后要让再来 拉不下来就要削弱俄罗斯 就这两个目标目标都没有达成 都是一种标准的政治目标 那没有达成了以后 这种强力制裁的结果 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 你美国自己损伤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欧洲的朋友们 私底下一定是三字经 这个瞧的脸脸 我念瞧好了 所以我基本上是蛮同行 一个错误的角色比谭污更可怕 从他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从欧洲那政客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告诉老百姓 他苦一点 我们力挺乌克兰 为了民主自由人权 我心里想 恶务战争跟民主自由人权什么关系 俄罗斯难道不是民主国家吗 他也是有政党制度 他也有政党轮替 他也有选举 那你说都选出普丁 那你怪谁啊 对不对 以前美国有个罗斯福啊 民主党的总统啊 他的前辈啊 共和党怎么选都选不过罗斯福啊 那共和党人就气得要死 所以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 罗斯福自己讲的笑话 他说有一个共和党的老先生 每天早上都会经过报摊上 然后只看了报摊上一大碟的纽约时报的标题 看了就走了 就报摊老板忍不住了 就问那共和党老先生 你为什么每一次看走过报摊 一定要看纽约时报的标题 看完你也不满你就走了 是什么道理 他说我只是来看那一则新闻出来的没有 然后报摊老板问他说 是什么新闻你每天这么期待 我在看罗斯福死了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 讲这个笑话是谁 是罗斯福自己讲的 所以这个变成美国很有名的笑话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共和党人 因为拉不下罗斯福 有多么痛恨罗斯福 因为选不过他嘛 选不过他只能等他死 对啊对啊对那你现在 其他俄罗斯的政策选不过普廷嘛 他跟罗斯福一样干了第四任嘛 对不对 所以整体来讲他想太多了 他自己的位置比普廷还不稳 他自己也没有去垫垫金粮 认了一个政治人物 就是对自己的金粮 垫得太高了 结果没想到大家在说哈 修当的时候你就输了嘛 那现在人家俄罗斯的物价也蛮稳定的 这个你看到俄罗斯很多的新闻报导 都说哎呀他们的游艇啊 在北海里面北冰洋里面怎么走啊 然后到乃克啊 到处都观光区啊 都挤满了人啊 那俄罗斯版的麦当劳开幕 排队跟我们台湾差不多 台湾每次周年庆排得很可怕 他们麦当劳是俄罗斯版的麦当劳 俄罗斯版的星巴克 通通开业啦 所以你怎么跟他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民主自由人权没有关系 好的第一个必须确定的 第二个你要削弱俄罗斯是属于一种 大国竞争 不希望你比我强 那俄罗斯的武力基本上比美国比起来不差 不差 他只是航空母舰比较少 因为他是陆权国家 他不是海权国家 他不需要那么多航空母舰 可是他的大炮的部队是全世界最强 你就看到他打乌克兰就这样 要不是同种族的话 他早就像这个蒙古军队一样 早就把乌克兰整个踏平 就是因为同种族 他不可能用太残忍的手法 就给你什么江沈做这个作秀的机会 对不对 给马克宏作秀的机会 其实这场俄乌战争是 俄罗斯一定赢 没有什么悬念 不用去考虑什么东西 你在东搞西搞什么立陶宛 加进来都没什么用 那你现在拜登先救自己吧 不过他是经济问题 就是说他经济问题 跟他的选举是联动的 那在这个国际上面 制裁俄罗斯的这事情摆不平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趁这个机会 除了俄罗斯发大财 还有其他国家也发大财 比如说印度政府最近是要 国有石油公司开始抢购 廉价的俄罗斯原油 是担心这个制裁结束 这个原油价格会上升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因为印度本身是一个 缺乏能源的一个国家 他难得有这个机会 他能够抢购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 对他印度内部的通膨膨胀 有很大的帮助 要不然印度你看 如果油也涨 天然气也涨 粮食也涨 你叫印度怎么过日子 所以他抢购廉价的俄罗斯原油的话 就等于确保他未来通膨胀 至少在能源这一块 还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这基本上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策略 我想我们的蔡英文政府应该不会这么做 应该不会这么做 我们最近要涨电价 因为说全球的能源价格已经涨了好几倍 所以台湾也要涨电价 如果去买廉价的俄罗斯原油的话 我们就不用涨那么多 印度基本上也是一个 半社会主义的国家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建立国家的 尼赫鲁总理也就主张社会主义 所以他们很多的公司都国有企业 特别是能源的部分 所以他有办法要求国有的支援公司 下一道命令 俄罗斯也很愿意打折给印度 因为印度会在美国跟俄罗斯摆来摆去 投机取巧 那俄罗斯乐见这种情形 吐槽美国 你不是说要制裁我吗 就全世界制裁 这个俄罗斯的国家数来数去 不够十几个国家 那大部分一百多个国家 没有人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是要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开始就打八折卖给印度 可是问题那个八折是 每一天价格一直在涨 所以八折 折数越来越大 可是价格还是往上升 印度政府这样做 其实对他国家是有 利益是有的 他双手一摊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干我什么事 说难听 他们表兄弟吵架 跟我什么事 领土搁来搁去 干我什么事 乌东的领土通通给俄罗斯 也是你们同种族的人 通通给乌克兰 也是你们同种族的人 跟印度什么关系 这听到也合理 对不对 人家在分家产 你在旁边化修 对不对 不很无聊吗 今天如果土地是 搁给不同种族 而且我们会比较气愤 那你今天都是同种族的人 在分家产 又干你什么事啊 那因为美国拜登总统是纯心不良 他看不起这个普庭 硬要把他修理掉 才有今天的结果啊 当然除了印度开始抢油之外 其实有苦难言的是欧洲 需要抢油通膨严重的是在欧洲 但是他没办法做这件事啊 那现在呢 国际能源总署也警告说 欧洲你要注意啊 如果这个俄乌战争一直打到冬天 一直打到这一个冬天的时候呢 可能要为全面断气做好准备啊 真的如果欧洲的这个全面断气 俄罗斯的天然气全部都断啊 会不会真的断气啊 没有欧洲自己就想断啦 我觉得很好啊 我难得看到骄傲的俄洲人 会有一个痛苦的冬天 我也乐意看到 因为欧洲人有时候 自己觉得自己很行 太骄傲的 尤其我在美国念书 很多欧洲同学 明明成绩比我还差 而且差多了 当然他女生比较漂亮 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很自豪 不怎么样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看到这个骄傲的马克宏 能够断气 我很乐意看到 为什么 制作你也不可活嘛 对 所以今天啊 如果是梅克尔还在任的时候 这些事情通常不会用 大家都会听梅克尔的 然后连俄罗斯也会尊重梅克尔 也不会发动作成战争 而且梅克尔在的时候 会逼乌克兰执行 明斯特协议 明斯特协议 所以你执行明斯特协议的话 你俄罗斯就没有理由打乌冬了嘛 也没有理由打乌克兰了嘛 而且梅克也能够有能力使得普廷不会打乌克兰 因为他会保证这个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 也不准许北约去吸纳乌克兰 也不会像美国一样讲说 我们北约是开放的 谁都可以参加 要我们说排除谁不能参加做不到 这种话只有拜登那种笨蛋才会讲得出来 拜登就是被纽约时报说中了 他虽然是在美国的外交委会担任主席 参院外交委会担任30年 他是一年的经验重复30次 那第一个 第二个是谁讲的 他的前辈奥巴马讲的 他说拜登担任美国总统 以他的能力我真的有点担心 讲对了 他那时候还出钱之前的时候 他有点担心 公开就这样讲 对媒体去这样讲 他能力真的不足 他用的能力也更差 用那个苏利文 用那个布林肯 现在在美国已经被那些外交界给骂死了 他说苏利文会什么 他是辩论对齐家了 他怎么懂这个 他这个律师辩论对齐家了 然后动不动就是要奇奇怪怪的 这歪论辩驳人家的话 他没有寄星级布里心思级 那种对国际战略的涵养 因为国际战略最难的一种就是说 动一法 这个 签一法动全身 原因在什么 这个问题你这样处理之后 你们要去预估到 他会联动到哪里去 布林肯没有那个能力 苏利文肯没有那个能力 那你一个没有能力的总统 用两个没有能力的国家安全官围 天佑美国 真的是这样子啊 他这个 现在这个拜登这个政府啊 如果要打个成绩的话 大概是我所看过的 当然更老了我不认识嘛 这美国总统啊 大概是尼克森以来最差的 能力最差的一届的政府 前面的你不管说这个川普啊 他虽然是很皮啊 对不对 那整天这个混话乱讲 但这么重大的战略错误 他不会犯 他会拿算盘的斤斤计较 看哪一个对美国有利 川普商人他当然知道说 一开始的时候要做经济制裁 保罗克鲁木的经济学者他讲过了 除了石油价格危机之外 你还要注意到粮食危机 不幸严重记不记得 我们这边还讲过 克鲁木讲粮食危机 我还跟你讲说一定会发生 不幸都发生了 因为这是个经济逻辑的问题 布林肯跟苏利文怎么会不知道 这么重大的战略的问题 怎么会没想到 这个不该犯的错误去犯呢 叫做什么 叫做笨蛋 笨蛋不是我讲的 是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讲的 笨蛋问题在经济 有没有他的名言 所以一个国家 选到这种能力很差的领导人 真的是国家的不幸 现在美国之时候这么不幸 就是因为他们选错了拜登 可是当时为什么讨厌川普 不选川普呢 因为川普自己把新冠会给搞砸 所以真的是 那美国为什么出现两个都很差的总统 这要检讨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 民主政治老是选不出好的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到川普跟拜登这两个到底该怎么选 美国人应该蛮痛苦的 很痛苦 那现在欧洲人甚至都还要遇到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 跟着美国一起陪葬 那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当然这个能源粮食之外 还有一些关键产业 比如最近就看到了这空中巴士 法国的空中巴士 拜托 不要针对俄罗斯的太出口 实施制裁 很担心的 很担心说接下来要制裁的范围更扩大 下一轮要到这些贵重金属了吗 稀土 钛 驴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这种航空工业的战略的物质 那空中巴士跟这飞机的制造公司 跟波音飞机制造公司 是全世界两大巨头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想要发展自己的民航机 但还没成型 但是这些空中巴士跟波音都需要很多的稀土 钛 驴 这些东西 很不幸的 生产最大的基地不是中国大陆 就是俄罗斯 这是他们无法去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如果你制裁俄罗斯 到了俄罗斯最强的金属工业 金属材料工业 那空中巴士就挂了 但空中巴士跟波音有个不同 波音如果冰塘机卖不好 他还可以卖军火 因为什么 卖很多那些什么武器啊东西 波音公司是一个军火公司 但空中巴士是一个很单纯的 民营飞机公司 他没有做其他的这种 军火生意他没有 比较单纯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也没有的话 空中巴士怎么样 飞机做不出来了 就会被波音怎么样给打在地上了 所以搞不好美国还要刻意要求制裁俄罗斯的泰 硬要把这个欧洲的空中巴士给打在地上 美国这种事情干的出来 法国也太惨了吧 这不止法国啊 德国的股份还比较高一点 所以包括荷兰也有很多股份啊 所以这是一个欧洲很多国家共同出钱成立的 培养这个公司不容易啊 刚开始十年都赔了 都一个资本一个资本再压进去的 是很可怕的 没有国家实力不够强的话 这种公司赔个十年 好不容易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奇迹 我们要这样承认 像很多国家自己要搞这种民营空中巴士的 这种民航飞机都垮了 以前日本也想搞啊 不然想一想就算了 很多国家都做不出来 中国大陆现在是胆子太大了 他想一想说 哎呀我航空母舰都做得出来了 我民航机做不出来太丢了 问题不一样为什么 航空母舰做的是自己用的 民航机做的是别人用的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难打的 你要做到一定的规模 才卖得出去而且还有利润 那不容易那不容易 平常那不容易啊 而且不是只有你一家啊 完全不同啊 不像航空母舰是没有销售管道的问题啊 也没有售后服务的问题啊 这个都很复杂 所以美国如果坏心的话 就是制裁俄罗斯贵重金属 泰金属出口 那空中巴士就 股价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打欧洲的话 把这个关键策略产业 用制裁泰的方式就搞定了 很明显的 美国事实上是两把刀子 正面的刀子砍俄罗斯 负面的刀子藏在后面呢 这砍欧洲 他想削弱欧洲已经这个态势不更清楚了 就欧洲那些笨蛋啊 每个人都跟着起哄 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个戏贺 就是我讲的 他被绑了还数钞票这样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笨蛋啊 我们要防御 这个俄罗斯什么时候要打你欧洲啦 没有啊 这个国家的主权领土 你忘了啊 他们这家兄弟哦 当时分家的时候 财产没有讲清楚啊 现在在吵起来啦 对啊 所以也不是你欧洲 欧洲人在旁边惹出来的吗 就是现在的欧洲的政治人物 没有几个有梅克尔那种水准啊 真的没有啊 不是我要吐槽马克宏啦 人家这个梅克尔至少是物理学博士啊 马克宏 哎那个算了不提了 专科学要毕业了啊 对不起啊 我没有讲专科学要毕业了啊 对不要学历歧视论啊 对对对 那当然空八担心的是制裁俄罗斯的泰 另外一个发生在美国的这个产业链里头 比较关心的是最近这个新疆劳动法 在美国呢 要正式的上路了 那包括了这个跟新疆有关的这个 所谓非法什么劳工 劳动再教育的这个概念的产业 都要禁止使用禁止输入 这对于美国来讲很多人说这个 电动车产业链里头 有一些关键的电池的部分 也是在新疆生产 那整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会发生影响吗 能够落实执行吗 对中国电动车不会发生影响啊 对美国欧洲会发生影响啊 那他把它解成这种强迫劳动 是美国人精神上有病 他不只是发疯而且根本就神经病 怎么说呢 因为新疆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的地区 维吾尔族的地区 那以前的维吾尔族人都只上什么 上一种他们那种所谓的清真寺的教会学校 那清真寺教会学校唯一念的书啊就是宗教经典 那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现代工业啦 现代的这种政治啊现代的社会制度的教育 所以他融入现代的工业制度的里面 尤其中国的工业体系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一定的困难的 所以早年中国政府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块 后来发现在西藏实施的很成功以后就搬到新疆来了 就说你要到这个现代化工厂里面去 你必须具备了一定的教育职业训练 这职业训练里面就一定会有我们以前讲的公民教育 他们的公民教育就是爱党爱国 跟我们以前公民教育半斤八两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对有现代的法律的基本常识 因为以前宗教学校不教这个 然后要对汉语懂一点 对英语懂一点 至少看得懂那些操作手册的基本英文数字 不懂也要至少知道那是英文 然后要对现在工业体系 所以他上工之前要先再教育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怎么能够期望说 他在宗教学校能够学到这个东西 因为基本上清真寺他没有这个师资 也不会腾住这个时间教你 你说他中学也不是 你说他这个初级大学也是 基本上就是只训练你成很好的教徒 但是没有办法成为你一个 现代很优秀的技术劳工 这有差异的 所以他们现在用这个方式去教育的话 发现几件事情 新疆的这些维护主人找工作更容易 收入更高 更不会被这些极端宗教主义的一个分子所散动 所以你看他们实在套以后 现在新疆几年来都没有发生 令人觉得很害意的一些暴动事件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他更容易结婚 更容易成家庭 更容易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中国大会就鼓励很多的工厂搬到新疆去 不只是这种电动车 尤其是他把深圳的市委书记 广东省的省长马兴瑞 这种科技专家经济的这个发展的高手 找到新疆去当第一把手 他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说你除了维稳之外 你更重要发展经济 那发展经济 马兴瑞一定会把深圳的很多厂商 都是他以前管过的 一家一家拉过去新疆设工厂 那新疆的就业就多了 可是你就会之前做再教育 这叫强迫劳动吗 美国人 全世界最有名的强迫劳动 是你们美国人强迫黑人的强迫劳动 所以如果说 这个而且强迫很多黄种人 在餐厅里面都强迫劳动 像纽约有很多那种 以前早期叫制衣厂 强迫很多东南亚的移民 去那边做强迫劳动 都不符合基本的劳动的一个规范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通过一个法律 说这个黑人 跟这个少数民族 这个美国产品强迫劳动法 我保证美国的车子 都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他们很多车子的 上游的装配的东西 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美国自己 洗澡洗不干净 整天嫌人家头发没洗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德性的国家 你刚才说对欧美会有影响 会发生什么影响 基本上你欧美没有那么大的电池产品的供应量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电池供应链的厂商 都在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日本有一些韩国有一些 但是如果要论量的话 绝对没有中国大陆来的大 第二个中国大陆的产品 从最好的到最差的通通通有 你要贵的我有 你要便宜的都有 有点像说卖钻石一样啊 你要买真的钻石很贵的我有 假的我也有 随便都有啊 那你日本没有这么大的广泛的产品链嘛 他没有这么大嘛 韩国也没有这么大 那个应该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说 哇这个A plus级的 B plus级的C plus通通通有啊 问题是中国大陆有啊 所以中国大陆电动车的材料 很广泛哦 不只是电池哦 他有太多电动车相关产业的材料 都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那请问你 你好吗你进吧 他要知道他的新疆成分啊 要有新疆成分就不能用 是这个意思吗 是他是搞这个游戏啊 那只有中国大陆的人玩一招啊 以后所有的厂商多过搬到新疆来生产 都从新疆出去 看你怎么办 看你怎么办 所以美国人脑筋如果短路的话 就是没有救 所以我不得不回忆到我老师啊 那个Tom Sharon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博弈战略学家 他经济学家 他得了诺贝尔奖 他讲过啊 一个战略拿捏错误 他会产生摆荡蝴蝶效应 会发生你无法去理解的事情都会产生 他们当时就是为了要打中国 就找新疆做文章 没想到打新疆 找不到实质的证据 然后就开始要找东找西啊 说你有强迫劳动 没有种族媚觉也有强迫劳动 没有强迫劳动也有再教育 没有再教育 也不可以随便强迫人家上班之前 一定要去学这个东西 你美国不是有这个德性吗 任何国外移民到你美国的时候 就先要按着你们美国圣经宣布什么 加入美国不这样子吗 对还要学唱这个 美国的基本公民教育的什么内容 美国的宪法教了一大堆 那什么人家你就可以背就不行了 所以这是个很荒唐的事情 那蝴蝶消息最后伤害是美国 所以美国的衰弱是像一个人在老年化 会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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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向老化 美国的思想就这个样子 美国政客是这样没救了 所以在经济上面其实是有很多万箭齐发 万毒要一起并发的状态 那当然美国当然也希望能够对这个中国大陆有所牵制 包括在印太搞这个经济架构啊 然后呢在这个欧洲搞一些这一个联盟等等啊 那对于美国来讲 是不是也希望能够由其他的这一个市场来制衡中国 因为他跟中国做生意经贸 这个贸易大战打下去 那包括了最近大家比较讨论的越南 还有这个印度 那印度现在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独角兽公司啊 那独角兽公司越来越多 这代表是一些新创产业的这个蓬勃发展啊 那对中国会造成威胁吗 基本上这是好的竞争啊 为什么这种独角兽公司 是个人类无名的发展 你不能叫做谁威胁谁 这样讲的话啊 我是觉得太狭隘了一点啊 应该乐观其成啊 什么叫独角兽公司啊 这新创公司 就是我创立在一定的年限里面 我很快的我的营业额子到了几亿美金 然后或者我的资本额子到了几亿美金 这样的公司我们叫做独角兽啊 你看中国在 他一年一年算吧 比如说2021年 中国有74家嘛 2020年一年一年算的嘛 所以有227家嘛 那印度也有90家也蛮好的 我是觉得 因为他好像是5年内算一次5年内算 如果营业额超过5 不是 存储率超过5年就不算 一家公司在5年内马上有这么几亿美金的营业 不太容易的 那英国也不错啦 英国也不错啊 那美国当然更好 因为美国本来就有这种传统 鼓励新创产业 对 叫传统啊 像以前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也是啊 阿里巴巴的未来电动车也是啊 都是都是独角兽公司嘛 但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大型了 所以就不算独角兽了 大兽了 对 大兽了 那美国也很好 也有很多这种新创公司 这个地方是美国力量的来源 所以我们的新创公司 你可能不知道啊 那一家叫莫德纳 听过没有 那德国也有啊 新创公司B&T听过没有 生技产业的独角兽 都是啊 标准的独角兽啊 以前没有对不对 突然间冒出来了 营业马上就那么大 我们台湾有一家 小小的不算独角兽的独角兽 叫做高端公司 听过没有 高端疫苗听过没有 符合独角兽的标准了吗 就由蔡英文政府来讲是符合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买家 就是台湾的纳税人买家 买了以后就不用了丢了 不用做别人的生意 不用做别人的生意 这令人摇头了 令人摇头 所以那个叫假的独角兽 跟假博士是一样的 所以没办法 这是要该恭喜 印度有这样的成就 我们为他感到高兴 你觉得印度的这个 包括现在看起来 印度人口可能在很短时间之内 会超过中国 那人口红利也是一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推力嘛 那市场 然后呢这个生产链 那对于中国来讲 他接近中国的这个速度 是不是会越来越快 不会 不会有几个重要 人们只想到人口红利 这个人口红利是一个 一个国家跟一个跟以前 现在来比是有用 跨国比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日本没有好久就没有人口红利 日本经济一直表现 大家不满意 是日本自己不满意 全世界他还是什么 GDP还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对还比印度大很多 对 那所以有人经济学校是从单纯的 人口红利来讲 好像他会比其他国家 不能跨国比 还要讲人口结构 印度有一个 永远没办法突破的人口结构 就是他的种姓制度 然后他的种姓制度 年轻的人口又都集中在末端 这是印度最大的问题 他无法突破 那你无法突破这种 人口特殊的种姓结构的话 他的发展就势必会颠颠颠颠 时而好时而不好 再加上印度 他本身就是一个能源高度缺乏的国家 他会受制于能源价格 他就很多东西就无法存活了 很多企业就无法发展了 然后他又在粮食上又有点 不完全算是能够自给自主 有个原因就是 印度的基础建设真的很差 所以基础建设是从什么 从教育到这个河流管理 所以每次印度的洪水都很吓人 中国的洪水很吓人 中国的基础建设跟中国的防洪工程 跟中国的防洪人力 好几次长江洪峰 黄河大水 台湾绿营电台都说 你看长江山峡大坝要崩溃 所以不只能讲这个事情吗 我这边笑 那没有常识的人 只要越台独脑筋就越短路 包括什么姚立民之类的 我公开批评他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印度这个人口结构 跟他的基础建设有这么大的问题 他要突飞猛进 我并不乐观 不管他盖个铁路也盖得很难 因为各邦各邦有时候就是很奇怪的制度 然后他的中央政府没办法 一盘所谓的全盘经营 然后他动不动就要去搞什么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那里面又有回教徒 印度也有很大量回教徒 不是没有 你说十几亿他有好像又一两亿 要回教伊斯兰教徒 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人口结构 会使得印度在发展上面 不是我们想那么乐观 所以要用他来取代 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这个角色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印度的基础劳工的训练是很差的 不要讲别人 就光我们的了不起的郭台铭先生 放弃了中国大陆的工厂 跑到印度去为了要拍川普的马屁 到印度去设了一个工厂 到现在开了没有啊 你就知道没有那么容易的啦 因为印度的社会结构 就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那中国大陆不一样啊 这一点基本上是 你可以算是共产党的功劳 为什么 他把中国大陆人口训练的都是再教育 早就再教育过了 劳工教育好了 对都已经很适合 你看嘛 全世界 因为劳工会有发生太多纠婚的地方 不是印度啊 就是东南亚 就是中国大陆他能够处理的很好啊 就是劳工的基础交易 跟劳工的制度啊 等等跟工会的体制啊 跟这个整个政治跟党的问题啊 中国大陆已经弄成一条边在管理啦 美国都做不到这一点啊 然后那个什么 因为劳工本身就是一个生产上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那你印度在这方面是完全失控的 所以要做到很难 当然是不同国家的这个制度 不同国家的人口结构 不同国家的这一个发展 都会息息相关啦 所以不是从单一的角度 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自由 等等去评估就够了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蔡博士的精彩的分析啊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